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句drill 在牆壁打back hand volley 是有些金的 看看back hand volley有多麽金的 你自己去試就知道有些金 不過金得來是good for you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讓多些朋友都可以收益 我們現在用一塊STM球棒 待會在最後會告訴你 有什麽利益的 幫助你獲得最大的利益 讓你獲得到一個概念 當然外面有很多好好的球爬 我也明白 我們這個positioning 是訓練的球爬 令到你可以更容易 跟訓練的概念 之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球爬 當然沒問題 今天就分享back hand volley back hand volley有多麽難 back hand volley有多麽難 back hand volley 拿擋控制 走近一點 差一半 不過你要做一個前後腳的 我是右右 我右腳在前面 做一個中文叫公步 或者做一個lunch 英文叫lunch 記住前面的濕度骨不要過腳尖 是一個九十九十度的 跟你的膝蓋和膝蓋 你的後面的濕度骨差不多 差不多碰到你 但不碰到你 不過有些朋友覺得辛苦 你可以把毛巾摘進去 都可以 你舒服就行 那點是要練前面的大腿 不是後面 我試試做 現在這個位置 給走個hand volley 給走個hand volley 給走個hand volley 好 剛才呢 都幾乎五十下 就感覺到大腿 有點算算 軟軟的 為什麼要讓大家 軟一點做呢 因為很完美 就是你做Low Hawley 第一 不會有條腰去摔過去 Low Hawley 你要用大腿去 Push down 然後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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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almost 就要 finesse Low Hawley 你不會裝 Low Hawley 這個呢 就跟大家分享 但Low Hawley 都要有很多控制 變成 如果你做了大約五十下 三十下 二十下 你做一下也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如果你有練 一定能入得著 這個呢 現在就說了 這塊棒呢 是很重的RA 即是那個STIFFNESS 那條線呢 我們穿這條線呢 這條線呢 是令到大家可以 得到那個 崩崩的感覺 的 那 當你練了這兩件事呢 你會有一個 Feedback 你的手 你感覺到那個 彈性呢 是令到你幫你做個BALL 這個BALL 它第一 不用你打下去的 OK 不要這樣 你用這塊棒 自己幫你彈 所以他肯定自己幫我 是不是 如果你想做得好一點 你要利用快的工具 利用得好一點 那當然 它是一塊 是一個訓練球拍 你之後用你自己的 Performance 球拍 也沒問題的 但當然我們很多朋友 用了之後 他會很喜歡繼續去用 沒問題的 也可以用來比賽的 是很好的 所以 這個exercise 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 backhand body 加上lunch 令到你多一點 多一點 控制 那這段時間 都可以練 backhand 之前我都分享過一段 一段 說4hand 你 combined一起練 你整個Body 有一個workout 那 那個BOOG 要直 當你做的時候 你的CALL 這裡 CALL 也是很重要 這個動作 好嗎 好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分享給我的朋友 如果我的朋友是需要拍球卡 就讓我們知道 兩塊是送過 private lesson 很多朋友已經預約了他們的時間 我們希望 我們的產品可以更加幫助 更多些朋友 已經幫助了很多朋友 我們很慷慕 很開心 多謝各位朋友的信心 好 我們好 此時就和大家聊 And again Happy New Year 身體健康 隨機翻進 And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come to you 好嗎 我們此時就和大家聊 拜拜